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的讲题是 转移癌症,统合自然疗法 会来给我们做自然疗法的癌症患者 绝大部分都是在大医院里面 做过手术化疗、放疗 结果效果不足一起 甚至已经转移的 那有一些是因为癌症化放疗的副作用 才来给我们看 那我们已经累计了 一百多个成功的案例 诺贝尔奖得主Dr. Otto Warber 他说癌症发生的原因 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细胞内过酸 还有COG过多 正常细胞里面的酸碱值是PH7.2 如果过酸的话 正常的细胞就活不下去 它为了要生存下去 它就只好突变 变成喜欢酸的细胞 喜欢糖的细胞 喜欢缺氧的细胞 这个就是癌细胞 这个是乳癌 乳癌长到0.3公分大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小细胞会跑出来 就会变成转移的癌细胞 那这个是杀手细胞 杀手细胞如果够强壮的话 癌细胞就会被消灭掉 所以说我们要对杀手细胞好一点 这个就是杀手细胞 杀手细胞呢 会把癌细胞消灭掉 所以我们要对杀手细胞好一点 要对癌细胞坏坏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作战计划 怎么样来对付癌细胞 怎么样对我们的杀手细胞好一点 那我们的这个统合自然疗法呢 一共有六点 第一点就是说要饿死癌细胞 要做断糖深通饮食 第二点呢就是要用大量的维他命C 让它产生大量的这个胶原蛋白 可以困住癌细胞 第三点呢就是说要用使用氢气 用氢气呢可以排掉这个酸跟自由基 把水变成氢跟氧 氢跟氧呢吸进气以后呢 身体里面它就会再变成水 像这一个患者呢 他就是吸了十几个小时的氢氧气 大家看这个 他第一次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自由基很多 慢慢自由基比较少 少到最后就变成没有自由基 酸也排光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酸 排酸跟排自由基的黄金交叉点 氢气在日本是医疗气体 可是台湾还不是 所以呢我们不是把氢拿来当这个处方 而是建议患者可以去找氢来用 第四点就是要热死癌细胞 因为癌细胞不耐热 如果温度超过39.5度C呢 它就会被热死 那我们正常的细胞可以耐43度C的高温 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的冷光热疗床 把舌下温度提升到41度C 这个就是热疗前的尿跟热疗后的尿 这个酸排出来了 自由基也排出来了 这个是汗 也很多自由基 那么它第一次做的时候呢 汗很多混浊的废弃物 做到最后就比较少了 第五点就是可以服用VHP外颜同体 增强这个杀手细胞的战斗力 这个就是同体 白色的一种保健食品 这个本来是用在这个体操健美选手身上的 吃了以后呢 就会很有精力 我们可以相信说 既然人变得有精力 那么这个杀手细胞 也会变得比较有精力 这个是癌细胞 它应该是可以比较有力量的去杀癌细胞 第六点 因为长期吃这个VHP 那不如说让自己身体能够产生这个酮体 就是说我们人要做断糖生酮饮食 其实我们只要能够做到断糖生酮饮食 身体里面呢 就会自己自然而然的产生VHP酮体 大部分人都是做这个高糖饮食 所以身体里面的酮是非常少的 所以容易发炎 同时让身体可以达到良性 营养性血同化的状态 VHP酮体 它除了是优质的立腺体燃料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可以阻断NORP3发炎体 所诱发的发炎反应 大家都知道 严重的发炎反应 就是癌症的成因之一 谢谢收看